念念无为修缘觉,任何事情都是有因有果 今天你伤害别人,以后你也会被别人伤害 这叫因果,众因得果 所以师父叫你们做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要先想一想,这个事情做出来以后 你会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一般只要你内心已经在自责了 那就说明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如理不如法 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一定会有一个不好的果 起心动念皆是业 所以无论是善业还是恶业 你只要中了因,一定会有一个果出来 所以修心修到后面,要把修心修到没有任何念头 念念有念和念念无念是两个不同的修行次第 我今天要做多少功德?我今天要怎么样?我明天要怎么样? 这是内心的起心动念,这叫有念 有念就是有为,无念是不思善也不思恶 内心没有任何念头,这叫无念 无念就是无为 师父今天要跟你们讲,从有念到无念的一个圆觉修法 打比方说,你们学佛是为了家人,或者是为了自己的某些方面 你是带着某些念头才来学佛 这是有念,那么有念当然也不是说不应该 刚刚学佛的人,他一定是用有为的心来学佛 为了家人,为了某个方面,犹如你们有的人去工作 工作是为了每个月拿几千块钱 你只要工作就有工资拿 那么有的人,他工作是为了充实他的人生 他不是为了拿那几千块钱 你们听懂了吗? 那么师父再拉回来讲 你们很多人学佛是为了求人间的一些事情 念经是为了得到菩萨的加持和庇佑 这是很大一部分人目前的修行情况 这种就是念念有为的修行 随着一部分人对佛法的深入理解 很多人他慢慢懂得 我求来求去,最后还是空的 因为他懂得了承住坏空的道理呀 求到了最后,还会从有到无,不就是空的吗? 所以他想通了,他就不再求了 这个时候他就会从有念到无念的转变 他不再追求人间的东西 从有为到无为的修行次第 这是一个境界的提升 所以学习佛法,你们要往深处修 要往高处听 修心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心是你们的根源 这个根源不能出问题 很多人不能用出离心修行 就是因为他的烦心太重 欲出离而不能 所以修心就是修掉你们凡尘的心 凡尘的心使你们有很多欲望生出来 欲望最后就变成你们心中的挂碍 所以修心就是要修掉这个欲望心 那么何为圆绝? 师父问你们,你们在人间圆满吗? 没有圆满,也圆满不了 因为你们每个人在人间有这样的心 那样的心生出来 贪这个,要那个 这个心在人间永远有贪不完的东西 贪不到很难过 你们这个心怎么圆满 所以师父让你们修心啊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在学佛以后 你们的心不再像以前经常想不通 你的心在一点点的得到修正 你不贪了,你不要了,你不求了 你不再为人间的事情想不通了 你这个心就在逐渐的从有到无 以前心里装了很多事情 学佛后,很多事情完全可以放下 把它从心里拿掉 你的心就从有到空 心空则净 干净的净啊 只有干净的心 你才能圆满 内心干净 才能圆满无碍 就是没有挂碍 听懂了吗? 对于这样的佛法 师父要一点点解释给你们听 因为师父什么境界的人 师父都要照顾到他们 佛法讲出来就是让你们能够听懂并理解 你们现在通过法音学的越来越深 这就是师父引领的意义